上海青龙镇 青龙镇是上海最早形成的一个市政单位 最早在塔丑时期 由于对外贸易的缘故 青龙镇还成为了大地唯一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 沙业无比的繁华 而在青龙镇坐落着一间名叫隆平寺的寺庙 兴建于塔丑时期 庙里有一口历史久远的枯井 解放以后 隆平寺一直由佛僧和寺庙相关的工作人员入住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庙里打死卫生的和尚 突然听到枯井里 在晚上不断地传出正正的怪叫声 寺庙觉得枯井怪叫声非常的善忍和不吉利 于是叫他给封了起来 直到几年前 隆平寺的主持打算对寺庙里外卫继续翻修时 国人在揭开那口被封的枯井后 依旧在夜里能听到 井里冒出来怪叫声 他们认为井内可能存在有什么东西 于是上半大地的考古队 考古队经过一番勘探后 认定井里存在一座地宫 于是立马展开了一番抢教性的挖掘 由于古井为砖室结构 井内的砖室上还雕刻着住井工家的名字 由此可见结构程度是相当的高的 最终考古队前企后后 一时将近六年地挖掘 才如愿以差地挖到了地宫 只见这个地宫历经了三千年的时间 依然保存得非常完整 它大致成一个长花形的形状 长由1.5米 快为1.2米 高为1.45米 考古人员发现地宫内部的正中间摆放着一种宝寒 旁边在载落着大大小小的万枚铁壁 考古工作人员在宝寒之后 发现里头总共有四个核子 着一堆叠而成 而它们由外效力方别为木寒 铁寒 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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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一大核的舍利对专家研究佛教历史和习俗提供了个宝贵的机会 好了本期的节食习惯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点赞 我们下期见